这叫释迦牟尼佛 毛主席的智慧与结晴 这叫毛泽东思想 集情一过 主席就犯错误 必须智慧与集情 平衡 就文之彬彬 然后君子 那么 那 涅槃清净更要命 我下午分享的 等一等我给你提到了 大家知道涅槃是什么吗 什么有余涅槃 无余涅槃 那是放屁了 在《未成有余缘经》 里面讲的头头是道 一句话认明 他要求 他的儿子罗侯罗 小猴崽子 出家学习圣道 他告诉我 穆莲 你告诉我 我那个老婆 告诉他 叫罗侯罗 谁我学到 得知涅槃 如我今也 对不起 释迦牟尼说 你叫他来学佛 得知涅槃 如我今也 释迦牟尼不是死鬼 不是在观察里面 才说这个话 你就知道涅槃是什么 佛的死翘翘 大家要知道叫什么吗 帝王的死翘翘 叫奔 叫轰 老百姓死 叫葛调 儿儿死了 有什么了不起啊 还轰 还奔 有什么了不起啊 释迦牟尼老鬼死的叫 波涅槃 一直自杀 几千年的学佛 都混成八八蛋 包括南老师 后面叫 请佛注释 不要入涅槃 那不要叫他成佛了 不要入波涅槃 所以有一本经 叫大波涅槃经 中国人昏了头了 大涅槃经 那完了吗 波涅槃 他涅槃了完全不得了 而莫莫法是涅槃的混账 他成佛了 莫莫法是圆基 圆基涅槃都是成道 都是具足智慧 大家不要一文解义啊 禅宗不议文字 就看到这边 你抓个文字 禅宗必须首先 向所有一切的现行犯开道 颠覆性的 禅解 我禅解不是正经 就是造反有理 主席的造反有理 或者有理的造反 智慧成法 年轻人有理的造反 就是什么 毫不客气的 这个是佛的智慧 就是禅宗的成章 所以 三法一是佛法 年轻人清净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归临 大智慧归临 叫年轻人清净 这是王老师的解释 谁能超过东方求外 出家人 在家人 什么 男和尚女和尚 男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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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重大敌 麻将都不能三缺一 和和普 四重是平等的 平什么大神二神 你看不见女人 你和尚不是女人生 你是佛罗蒙 就大凡天 老天出来 畜生 庞生 释迦摩尼从嘎基窝出来 那是畜生 那明明佛罗蒙的遗孽 拿来造成释迦摩尼 释迦摩尼你看 他姨妈 要攀花 在嘎基窝出 那个大凡天的畜生 畜生 那是庞生 没有做不出来 那就是佛罗蒙的遗孽 因为佛罗蒙认为 佛罗蒙是从大凡天出来 插地的一手 嘎基窝出来 从佛罗蒙动作出来 这种是脚底下出来 到现在还是一样 所以佛教的神话 实际上从嘎基窝出来 就是佛罗蒙的东西 我下午会讲到